哈喽大家好,我是焦洞小麻 最近有很多网友问我 就是洗衣机的玻璃螺丝 卸不下来怎么办 有没有好的办法 因为玻璃螺丝一旦卸不下来 拧撸了,就很难弄了 就需要用角磨机 然后把轮子嘎了,切掉 然后才能拿下来,比较麻烦 又费时间又费钱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 专门卸玻璃螺丝的工具 可以说几乎没有卸不下来的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还有这两个头 它这个头和普通的头有区别 因为玻璃螺丝拧的都比较紧 如果拿普通的螺丝刀 卸的话会造成扭矩太小 因为螺丝刀的后屁股啊 就这么粗 拧的话会比较费劲 使不上劲 而且螺丝刀的头 也是比较细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玻璃螺丝 它这个口是深 而且宽度比较大 和这个正好卡住啊 这个是钻用头的 卡住以后 就是配合特别紧 能使上劲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套筒啊 拧它的话增加力比 可以两个手 两个手拧的啊 这样可以两个手拧 然后用脚踩着玻璃 然后两个手拧它 我这个用了好几年了 没有拆不下来的玻璃螺丝啊 再难拆的也能拧开 就这么拧啊 如果十字的拧撸了 还有个扁的 就是有的玻璃螺丝啊 它有一个扁口挺长的 还有一个十字的 两用的啊 就是扁的也可以用 它这个工具是带了 带了两个头 这个头的强度也是 特别硬的 就是有的普通的螺丝刀 如果用力过大的话 它就碎了 或者拧撸了 我以前也拧坏过 好几个螺丝刀拧拢 大家可能也遇到过 如果使大劲了 螺丝刀的头 这个地方就拧碎了 所以建议大家买这种啊 专用的 价钱又不高 价钱又不高 一共好像是 30 20的就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解决大问题 现在很多洗衣机 特别是双动力的 害耳的 就是这个螺丝 特别难卸 特别紧啊 用粘头长了以后 发皱 卸不下来 如果用这个工具卸了 卸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大家不妨可以买一个试试啊 价钱又不贵 对 对 对